離石屋村這個單位裡面 雜物亂七八糟 桌面和地上遍布衣服、水壺、空膠瓶 用過的紙巾和尿片 環境衛生非常惡劣 我們的記者在門外的走廊 都聞到由單位傳出的陣陣惡臭 有濃烈的貓屎味和尿味 而在廳中間的雜物堆中 就有一張BB床 據悉 攝氏的單位登記 護主是一對姊妹 而妹妹現在居住在粉嶺的卷舍 又寫著監管 單位現在由姐姐帶著七個月大的兒子居住 由於拖欠租金一個多月 屋村的保安曾經多次上門追租 但都沒有人應門 直到星期六保安再次上門 雖然大門和鐵閘都上鎖 但在屋裡就傳出BB的哭聲 保安員拍門之後 沒有人應門就只好離開 去到下午四點多 保安再次上門 發現單位的大門虛染 但鐵閘就上鎖 BB的哭聲仍然持續 她發現下廳中間的BB床上有個BB 但屋裡就沒有人於是報警求助 消防和警方到場將鐵閘所剪爛 救出那個大約七個月大的男嬰 她沒有表面的傷勢 但就身體受弱 送去明外醫院接受治療 男嬰的媽媽曾向警方承諾 會去到醫院接回男嬰 但就遲遲沒有現身 最終男嬰的22歲爸爸現身助查 被警方以涉嫌藥而拘捕 外協的人員也曾奉召到場 證實單位裡飼養了一隻 紅性的英國短毛貓 相信不涉及虐待動物 於是就收隊離開 未有帶走隻貓 社會福利署發現人說 這個家庭並不是社署根進個案 會派社工了解他們的情況 提供適切的協助